养宠物的小伙伴一定都带他们去过医院吧 除了嘎蛋也难免有危机的时候 可能就需要输血来挽救 但看到账单上那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你是否有过情不自禁的打出灵魂拷问 动物输血为何这么贵 难道宠物血真的是液体黄金 在查了不少资料后我发现这个问题真挺复杂的 先来看看宠物血人血哪个贵 我们从互联网上找到了几份给猫猫输血的案例 价格为1000元1552和1500元 输血量分别为100 130毫升 单位价格就是10元每毫升 15.5元每毫升 50元每毫升 而我们也找到了另一些人的输血价格 三个案例单位价格分别是 1.15 1.1 1.1元每毫升 直观对比下就能发现 宠物血的价格确实高不少 你可能会好奇都是猫 为啥输血价格波动会如此之大 这就要说个冷知识 受制于采血困难难以长期保存等因素 我们并没有能够长期除血的宠物血库 即使一些爱心互助计划名字里带着血库二字 其实也只是个数据库 用来提高寻血效率 并不能直接提供血液 猫猫狗我们一旦需要用血 基本上还是只能靠朋友圈 护住群去联系第三方 献献献献输 因此你们彼此的距离成本 再加上不同地区之间的消费水平差距 还有寻找合适的供血者 所耗费的时间 精力成本 都成为了宠物输血 贵的原因之一 其次就是献血量的问题 毕竟有时 抑制献血者是不够的 我们以这只成年轻壮猫举例 猫的血液含量 一般为体重的6%到7% 没有一斤体重 就会有30到37.5毫升左右的血液 那么这只使劲的大猫身体的总血液量 约在300到375毫升上下 又因为家养猫吃干粮又不爱喝水 常常处于轻微脱水状态 那我们就取最低值300毫升 根据柴鱼的资料 在健康大猫身体条件允许范围内 总体失血控制在5%到15% 也就是15到45毫升 对猫猫的身体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有些状态比较好的猫蜜 可以一次陷50毫升的血 但考虑大部分猫到医院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应激反应 我们取个保守的平均值30毫升 而我找到了一篇由爱荷华州立大学和拉斯维加斯 受益专业中心联合发布的 关于猫腹腔积血的论文 在文中他们这么写道 接受血液制品的猫的中卫剂量如下 浓缩红细胞为11.8毫升每公斤 新鲜冰冻血浆13毫升每公斤 新鲜全血22毫升每公斤 也就是说 如果给一只3公斤的病弱小猫输全血 起码需要66毫升的新鲜全血 约合2.2只10斤大猫的现血量 而同样是腹腔积血 在人身上我们也找到了相应的输血量 有文章分析了31起人类腹腔积血案例 在这些案例中 输血量从400到1600毫升不等 如果一个人现血300毫升 则最少需要1.3个人 最多需要5.3个人 虽然在遇到大出血时 看起来需要的人数大于猫数 但这是建立在人血辩解 成熟的裁除血体系上的 而在危机时刻 想找到2.2只合适的十斤大猫 就要难多了 难题还没有结束 我们要面临的下一个困难就是 合适 这是人类的血型图 和人类相似 猫也有三种不同的血型 分为A型 B型 和AB型 书写要考虑血型是否匹配 2011年中国农业大学的科研小组 在这个上发布的文章表明 在对北京地区262只嘉阳短猫猫和长猫猫 进行的血型调查统计中 A型血猫咪占88.2% B型占11.4% AB型占0.4% 和人一样 在猫咪世界也存在常见血型和稀有血型 如果你的猫是B型或AB型 想找到合适的供血猫 难度可想而知 如果说错血型 哪怕一毫升 也可能导致猫猫出现严重的临床反应 甚至丢掉性命 为了保证输血安全 医生在输血前会进行交叉配血实验 先来简单描述一下过程 医生会取供血者和受血者的抗凝血 各一毫升 进入离心机中离心 分离出血浆 再取部分血液 制成红细胞泉液 最后将受血者的红细胞泉液 与供血者的血浆混合 制成主测观察实验 将供血者的血浆和受血者的红细胞泉液混合 制成复测配血实验 放置15分钟后进行离心 最后观察 如果在主测观察实验中 出现了任何程度的溶血或者凝血 就说明血性不符合 不能进行献血 是不是觉得很复杂 虽然现在市场上 也有了可快速鉴定猫血型的试剂盒 但根据英国伦敦 皇家首席学院临床科学与服务系的研究表明 商用试剂盒并没有实验室交叉配血实验来的准确 现在我们知道了 为什么小动物输血价格如此贵 因为这一过程 有时需要多只宠物配合 血型难找配角过程繁杂 每叠加一步 就让我们毛孩子账单后面多一个零 好吧 就算你运气爆棚 找到了血型匹配 年龄适中 体态良好 性情温顺 未婚未育 做过蛆虫 无输血史 无传染病 肝肾心正常的完美共血猫猫 是不是就意味着血刀病除了呢 很可惜 还有更贵的 记得刚才引用的这个论文嘛 其中提到了这么个元素 浓缩红细胞 就像人类输血 会输血小板 红细胞 白蛋白等血液制品 来抑制发热 过敏等数学反应一样 宠物除了新鲜全血 也需要有其他的血液制品 如果病情严重 需要在最短时间内 提升凝血水平 或抑制慢性贫血 就会用到这些 经过特殊处理的血液制品 而它的价格也是贵的吓人 我们在某网站找到的价格是 30毫升的猫浓缩红细胞 折合人民币1371元 但这还不是最终输进小动物身体里的价格 血液制品复杂的运输 存储 医疗等环节层层加满 把这些都算上 价格恐怕还得再翻上几番 其实带宠物看过病的我们 一定都深有体会 当自己心爱的猫猫猫狗狗 被推上手术台的那一刻起 在它病危奄奄一息的时候 哪怕只是能让它从昏迷中醒来 最后再见我一面 我可以和它说句话 几千元一只的血浆 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里是小板书 谢谢您看到这里 如果觉得还不错 就点个赞吧 支持一下我们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